镜头再来到淡水 一样是赶在土地公诞成 淡水区长也带着扁儿前往福德宫 过火祈福为土地公诞成请祝 今天刚好适逢农历2月2号土地公诞成 新北市民政局在各区公所代表市长 特地前往各区福德宫 致政福泽又名的扁儿 而在淡水区区长也到了新兴福德宫 以及大庄福德庙参拜祈福 并且送上扁儿 也特别感谢两间寺庙长期投入公益慈善 以及协助市府来推动市政嘉惠地方 今天是土地公圣诞的日子 新北市长侯市长特别致政 福泽又名的扁儿给这两座公庙 感谢他们平常在地方公益活动的推动 还协助我们新北市政府相关业务的推展 今天我也特别来这两座公庙 来烧香敬拜 祈求我们土地公来保佑我们淡水 风调雨顺 大家平安 区长表示福德镇神是天际的里长伯 地方的守护神也是民众最常接触的神明 因此今天区长到这淡水两座的福德庙参拜时 许多里长也都到场出席 福德庙表示每年的这个时候 庙里面也都会举办重大庆典 希望可以祝贺福德镇神诞成 圣诞生日 大家庆祝 很热闹 每天都将我鼎盛 我们有平安 汤圆 油饭 还有麻糬 供大家都平安 我感谢新北市的市长 侯友宜市长 赞我们这个变 谢谢 很多这个 庙里面我们可以 参加这个变 新北市的变 我们感觉非常关注 会骄傲 这还是我们这个大庆福德庙庙的团队 大家严谨 应该要归功他们 大庄福德庙在区长参拜结束之后 更举办了过火仪式 为信众晋升 而这也是每年都会举办的大型活动 区长说 土地公是在地居民香火鼎盛的庙宇 也是守护地方的神明 除了庆祝土地公诞成 也祈求保佑在地居民平安 记者许多安一代水三方报道